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我是梁煙成 跟大家說說世界大事 法國馬克龍總統去到中國 馬克龍可以說是歐洲 在近期最早,十九大之後去中國 而且他選的路跟其他列強不同 跟美國、英國不同 他先去西安 西安是一個古都 特朗普去北京 北京在故宮接待受盡禮遇 法國去照舊都是一樣的 不會有什麼超出 而且未必會照舊 所以他改去西安 而且他不是經常看兵馬俑 他都會看過 他去大眼塔 因為之前法國的領導 黎親 去到西安都是看過兵馬俑 所以他要花點時間去另一個地方 然後送的禮物也很特別 送一隻純種馬 就是法國騎兵的皇室 舊時皇室保護 保護皇室的 就像是拿破崙那時 現在都是在法國 最漂亮的騎兵隊 那種純種馬 因為送給中國 你都要考慮送什麼 大家也要想一些奇特的東西 他都是別出心裁 中國送紅貓,他是送馬 這些馬都是法國才特有的 一種純種馬 送馬 然後又有爭辯 有些人說他這個馬的意思 即是要討好中國 即是被中國騎著 或者是毒人向主人孝敬 有些人這樣說 有些人說不是 其實他表示他比中國更厲害 這些騎兵 這個有時傳媒是任你說的 但是馬克龍也費盡心思 而且他是一個年輕的總統 所以他過來中國就叫做小鮮肉 這個叫做加拿大總理 就是小鮮肉 就是由英俊到年輕 但是如果他能夠傾談 就譬如中國立即買那些空中巴士 他已經賺到盆滿盆盆盆盆盆 俄羅斯沒有言論自由 這些東西 見土耳其的 當然也是對土耳其的人權問題 提過意見 你對中國又不會表達一下呢 所以他也有一定的壓力 但基本上他希望達致的 就是大家在貿易上 中國已經這麼有錢 買回多些法國貨 一帶一路開了 火車運來就行了 不用走路走那麼久 火車就到了 所以他又支持一帶一路 也是歐洲列強的總統中 最早出來支持一帶一路 火車就借到法國 當然法國的名牌 狠狠聲 借火車運來中國 就賺了一大筆 貿易差就改變 可以說他在列強 每個都在亡亂 Therese May 英國那個 搞脫歐都頭筋壓裂 還有些國員 由性侵 搞到 不知怎麼搞 搞得閒理 還有Therese May 對中國好像 不是特別友善 和重視 所以 就走慢一步 當然德國 也是 密克爾 面對著 如何重新 重組政府 因為 選出來 不夠數 跟其他黨 夾才可以 統治德國 這裏爭來爭去 聯盟黨退出 又要怎麼搞呢 重新投票 還是找其他聯盟 這些問題 亦是令到 德國 是怪自己的東西 沒有空管 世界 都是法國 走先一步 法國經濟 就比上一任政府 搞得那麼短 上一任太過社會主義 要在那些有錢人 作多些 有錢人 走向歐洲其他地方 令到他的經濟 一點都 不能夠有起色 馬克龍 要搞好經濟 跟中國 要做多些 貿易 才可以 送隻馬 如果 交換到 多些經濟利益 當然可以 啦 有錢人 有錢人 那些人 有錢人 也要來 有錢人